908台灣國成員們 從殺戮火車站集結出發 徒步走進傳統市場 力挺3Q陳柏惟 距離罷免投票只剩四天 全國臺派團結反惡霸 還痛批這場投票根本是國共聯手 霸凌陳柏惟 活動前台灣國成員還先到大甲鎮藍宮 布瓦貝跟媽祖請示 陳柏惟青年參政才短短一年多 如今卻面臨被罷免危機 青年團體自發性動員 集結台中火車站前試施 呼籲台中第二選區外漂的年輕人 返鄉投下不同意罷免票 我們剛才在畫面當中呢看到的是這個獨派團體臺灣國今天是到殺戮區來力挺陳柏惟 好另外其實包括這個世界臺灣同鄉會聯合會啦 英國臺灣協會法國臺灣協會等等 多達30多個這個海外臺灣人社團 他們也一起共同發表了一個聲明 要來全力相挺陳柏惟喔 好除此之外我們看到真的罷免現在進入倒數階段了 副總統賴清德他也PO文來聲援了 他說我們臺灣需要良善年輕值得正義 請大家一體來相挺陳柏惟走過南關 不過偉山看到賴清德PO文之後 國民黨馬上又這樣炮聲隆隆 派出這個年輕世代的文傳會主委林濤出來說 賴清德這樣子挺3Q喔睜眼說瞎話 說不要情緒勒索年輕人啦 來請教一下偉山 國民黨年輕人很多就都是空殼啦 空有年輕的外表 可是心裡還是跟就是傳統的這個國民黨的思想 大概是所去不遠啊 那我們會看到這一次說實在真的是蠻緊張的啦 因為我們看到台中那邊的地方勢力 基本上真的非常團結 但是我們還有三天可以努力喔 那也是希望可以催出這個不同意罷免 來大於這個同意票的這個狀況 那我想這次當然年輕人的返鄉是非常重要 因為3Q上一次的當選 老實說就是年輕人希望家鄉來做一個改變 那所以有大量的人回去投票 那所以最後在上一次的選舉裡面 3Q他戰勝了顏寬恆 那我們會看到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當然是期待有越多的人回去投票 或是想辦法讓長輩不要去投票 來盡量的去來平衡這個票數 那我想這個抹黑的行動 在國民黨的這個手段裡面也是非常多喔 那我聽說就是台中有非常多的看板 都是在抹黑陳柏惟 那我想抹黑的這個手段 也是國民黨經常就來使用的 但是我們會知道就是說 在這個金權的這個結構之下 而年輕人真的要獨自去 跟這樣子的一個組織去做一個拼鬥 老實說也真的不容易 那我想國民黨很糟糕的就是說 他完全就是一個沒有道理的罷免 那其實陳柏惟真的在整個立法院裡面 真的非常的認真 那也有做到年輕人希望他做到的 譬如說他守護台灣 他在很多的法案的提案上 都贊成這個台灣價值 那他不只是在價值上 為大家做一個捍衛 其實他在地方的服務上 老實說在這麼多年來 好多上千件的服務案件 那也都是非常照顧鄉親 也為鄉親帶來了很多的 所謂的基本的建設 那我想這真的是有目共睹 那真的是不能用抹黑 就來一筆勾銷的 那我們也知道 其實國民黨的本質 就真的是金權的一個結構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 朱立倫在提名 這個地方黨部最新的人選 我們可以看到 真的都是黑道 好可怕 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聽說有過的 都有捲入一些案件 真的真的 像譬如說竹竹桃來說 竹竹苗 他的黨部主委 他們都有這個組織犯罪的 這個管制的這個過去 那在桃園 他是涉入這個賭博電丸 那在彰化的主委 鄉景田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瞭解 他過去就是殺警案 就是聲明大噪 所以我們就知道國民黨 就真的是一個金權結合的 這樣子的一個團體 那尤其是以嚴家 是在台中 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那我想 顏寬恒他都可以 非常的自傲 覺得說蕭波塊 就是他的代表 那我相信他也知道 蕭波塊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把人 放進這個水泥罐子裡面 丟到海裡 那其實他就是本質上 他就是一個黑道 畢竟他的爸爸 他也過去是疫情專案的一個 被控被一個管控的一個對象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這樣子的嚴家的勢力非常大 又有權又有錢 那3Q真的是在拼搏的過程中 就我只能說非常的辛苦 所以也需要大家 繼續幫他來努力的 來催票 那最後的三天 真的我們任何的時刻都不能放過 所以還是要鼓勵大家 就是盡量要來幫3Q 來做一個加油 真的存沒幾天 有人是算倒數4天 當然偉山若把最後禮拜六去掉 真的只剩下3天而已 真的非常的緊急 我有請教溫大哥 現在大家都說 這個挺3Q跟反3Q 真的兩方人馬是勢均力敵 我們看到昨天賴清德 PO出這篇文 就是要幫陳柏惟來加油 來幫他喊話 就沒想到 國民黨這邊怎麼說 他說就是因為台灣需要良善 國民黨意思說 就是因為需要良善 所以才要罷免 肇事逃逸啦 想要開放大麻 人品低劣的立委喔 好國民黨罵成這樣 結果剛才偉山幫我們搭獎啦 國民黨朱立倫提名的 這個新任黨部的主委名單 裡面五個人是有前科的 其中還有人是捲入 這個殺警案裡面 國民黨這樣會不會太過雙標啊 請照溫大哥 國民黨嚴格說 現在是江河日下 從江啟臣之後 我看育政華麗 所以像這個文傳會主委 名不見經傳嘛 什麼林濤 大概外界只知道林波 怎麼會知道林濤 所以他出來講這些 五四三 誰聽到 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嘛 你根本沒有什麼地位 你是文傳會主委 你在對副總統 在那邊講這些什麼情緒勒手 各位要瞭解 一個國家 如果說為什麼會失敗 這個國家失敗 這本書 那個馬英九的太太周美青 特地跑到書店 買回去給他老公看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他發現馬英九 當總統好像白幹的一樣 這裡面有一張圖我覺得很好 這書裡面 這個作者是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他特地收了一個情醜圖 這個就是當時 中共文革時候 知識分子倒露 讓毛澤東四人幫清算一擊 完全是可以說 整個中國那十年浩劫完全停滯 所以他們當時講是情醜圖 其實其實就是反動 照共產黨的講法 所以今天所作所為 3Q這個東西 蔣時代就是反動 為什麼激進黨好不容易栽培出一個立委 表現也不錯 那你說過去他有犯錯 這個開車不小心撞到人 或者是上了什麼這個這個電動玩具行 各位國民黨要講話的時候 其實你們的前輩其實會過去的頭頭黃祖文 他的我的心路歷程裡面 他有一張就提到了罪以華 他當過審理檢察官 他很清楚 每一個案子絕對是有一些失誤 你不要以為說 看到他撞人就是你不對 或者說你進的電動玩具 就是你不對 拿這個來大做文章 這樣子搞法講時代話 是激化臺灣內部矛盾 那越激化的情況下 會什麼 就造成中共作出漁翁之力 以內部矛盾的時候 到了一個引爆點 尤其是如果說真的禮拜六 這黃金七十二小時 最後三天 民進黨如果沒有精銳進出 我用精銳進出 這是先拚先 國民黨請朝而出 可以說我們的議員 我們的市長 我們的黨主席 都落去 都落去台中 對啊 這打群架 激進黨怎麼有多少人 說我不好意思 激進黨小貓兩三隻 民進黨這個時候 不要只有副總統 臉書剛剛說 還是說蔡英文 他也發表了他說他挺 黃金七十二小時要輪番上陣 你至少六都裡面的 這一些市長 最後三天 有的鄭文燦 是說陳其邁黃偉哲各陪走一天 比如說最後一天壓陣的時候 拜託小英 謝謝你才出來了 大戰黑金嘛 剛才說那個議員 怎麼樣 這個是common sense 是一個基本常識 但誰不知道 當個表演是什麼 你還要趕快 讓他出來做立委 你看他就很亂啊 還要再加一個 禮拜又越亂了 對嗎 所以拜託啦 馬祖堡會收起啦 最好是這次 讓陳柏惟過關 沒事情 還順便把他當個表 震撼宮這個廟 直接翻轉下來 說這句實在 完全在綁架馬祖嘛 對不對 下時下情 我感覺 我做先是我的 沒做來的啦 我先由所以看到我們國鄉的神明 讓你黑的白的 還要欺負這些臺灣人 有夠建設 真的 所以拜託鄉親 陳柏惟這個 我們不一定有票 但是你千千五十 你的好朋友 你如果知道 他住在臺灣的海線 你靠一下電話去 拜託他 千萬就要出來當 不同意 把這個黑金的血 整個押下去啦 這個罷免戰役 已經升高 變成是藍綠對決了 其實大家也知道 國民黨現在是 親全黨之力 大軍押近 所以剛才溫大哥這邊說 民進黨如果要幫陳柏惟的話 也要精銳進出啦 所以大家都在問 小英總統會不會南下 臺中來聲援 昨天蔡其昌是說 有可能喔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再來請到邱委員